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人物改变的电影 这个女人有点狠 14K教父级人物胡须勇是她的干戈 14K大佬级人物皆世伟是她的前夫 就连奥普末期的教父崩雅居见到她 还是会乖乖叫一声大家姐 她就是叱咤澳门的女赌王司徒玉莲 乱世出英雄 经国不遑多让 上世纪90年代的澳门居然盘踞着20多个黑帮势力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14K水房大圈 三大黑帮轮番斗狠 多少血雨腥风都笼罩在这片弹丸之地的上空 补掌是黑帮的第一经济来源 各种范园富与金涛败浪知识层出不穷 但却出现了一个女人偏偏能在男人的天下中分一杯羹 她就是备受尊敬的大家姐司徒玉莲 一生经历振补说金 众所周知 古惑在电影中的十三妹就是根据司徒玉莲而改变的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港澳江湖 她是如何从一个贫民窟走出来的女人 一步步到身家百亿的江湖大姐大 多年前 达叔还是十三妹的父亲 他是红星亮坤的手下 这时的毕哥和亮坤还没有闹翻 十三妹这个名字是达叔在赌场联赢十三把后起的 而在现实中 自徒玉莲生在香港贫民窟 十九岁就出来混击江湖 在龙蛇混杂的赌场讨生活 十三妹与朋友阿润是非常好的闺蜜 在当年的香港地下拳赛是热门的黑帮项目 这个男人叫可乐 是东兴的金牌打手 他的对手是红星的太宰 而十三妹可是对可乐仰慕许久 后来全赛正式开始 此时的红星小弟包皮给太宰加油 被十三妹暴走 而比赛的结果也不负所望 红星可乐在比赛中获胜 十三妹跑来想和可乐合影 不过闺蜜阿润的出现让可乐看呆 于是就成了三个人的合影 后来 达叔竟然中了六合彩的二等奖 奖金高他六十几万 不过他却没有遵守社会的一个原则 那就是财不外露 他到处语人炫耀 这件事被另一帮派和任何的大佬诸葛得知 结果可想而知 他的奖票直接被诸葛抢走 甚至还被暴打了一顿 回来后的十三妹得知奖票被抢 老爹被打 让其打电话给老大亮坤 可是达叔说打给亮坤也没有用 一样会被亮坤把奖票吃掉 就这样 只能当时吃了个哑巴盔长惊醒了 后来阿润得知后想为十三妹报仇 于是两人联合想骗诸葛的钱财 可毕竟诸葛是一方的老大 江湖上的这些事肯定比他们两个懂得多 结果两人栽了 十三妹被诸葛抓到暴打了一顿 老爹达叔得知后马不停停地赶来 坚持又服软的态度恳求诸葛 但他却一点也不给达叔面子 气愣的达叔直接抽刀挟持了诸葛 奈何天在开玩笑 打着打着刀柄断了刀掉落了 于是达叔反遭受着殴打最后被逼了命 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十三妹彻底变了 他拿起了刀决定为达叔报仇 可他只是一个弱女人 怎会是黑老大的对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戴口罩的女人出面拦了下来 这个女人叫齐姐曾经是一位黑道大哥的女人 还救过这位诸葛的命 而诸葛也是不敢惹齐姐背后的男人 所以只能带人离开不了了之放了十三妹 这是两个女人的第一次相遇 而十三妹以后能当上波兰街的扛把子 和这位齐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齐姐告诉了十三妹她曾经的往事 她是诸葛老大的女朋友一名姓董的警察 在齐姐有身孕的时候男友董先生抛弃了她 至此开始堕落一蹶不振 另一边诸葛的命也不久矣 因为帮派的争斗 中兴的可乐接到了暗杀她的任务 随即消音枪响人亡 十三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一位十三妹说过谁能抱了父亲的仇 就为其当牛做马 十三妹找到准备跑路的可乐告诉了她 那而可乐却不答应带她一起走 就在这时突然有杀手出现 十三妹为救可乐中了枪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十三妹没有生命危险 在可乐的照顾下开始了养伤 还认识了可乐的兄弟阿豹 这段时光应该是十三妹最开心的 每天有暗恋的可乐陪伴 可能爱情也不过这样 不过好景不长 闺迷阿润来到这里寻找十三妹 别看两人现在长时间不见十分想念 很快便出现了不愉快 因为这个可乐喜欢的是阿润 这就让十三妹吃醋不已 到最后闹得姐妹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在这个时期可乐和阿豹也被仇家找到逃往了澳门 十三妹只能独自回到了香港 为了生存她跟了红星的B哥 现在红星是陈小提蒋先生掌管一切事宜 此次开会的目的是解决一名望角的头头 因为她带队一直在扫红星在望角的场子 而东星的场子一点事都没有 可想而知她已经被东星收买 谁如果能摆平这个人 波兰街的地盘就归谁管 此时的十三妹自高奋勇接下来是个任务 因为这个头头就是琪姐的前男友董先生 于是在董先生结婚的当天 琪姐手捧鲜花独自前来祝贺 可下一秒就直接抽刀将董先生砍伤 这面人去追琪姐的时候十三妹刀来 一把消音结束了董先生的生命 而世外董先生的琪姐也跟着她一起再续前沿 就这样十三妹成功上位 成为了望角波兰街的扛骂子大家姐 后来另一帮派何胜河的花佛约见十三妹 因为她想在波兰街插足十三妹的生意 可已经是女大佬的十三妹哪会怕她 随即一个电话打来吓得花佛不敢嚣张 电话那边就是东星的大佬本书 在现实中映示的就是14K教父级人物胡须勇 也就是司徒遇连的干戈 而此时的十三妹不光有娘子军 还有一批跟着自己的手下 原来她的身边出了叛徒才导致花佛前来入侵 与此同时红星的另一个扛把子寒冰也及时赶到 提前阻止了花佛小弟的偷袭 多年过去十三妹在开车的路上遇到了曾经的闺蜜阿润 现在的阿润依然是一个一线的演员 而十三妹也成了波兰街的老大 两人各有成就不过当年的矛盾还在 而后阿润解释了当年的事情 至此十三妹才知道原来当年误会了她 后来红星的另一老大太子被人偷袭受伤住院 十三妹和韩米赶来探望 听到太子描述偷袭的人 十三妹得知是可乐和阿暴 只有陈瑶前来告诉众人 东星已经和他们全面宣战 后来十三妹就找到东星的本书 也就是映射现实中14K教父纪大佬胡须勇 在这里十三妹见到了可乐和阿暴 此次前来的墓里是想要看看能不能阻止 红星与东星的大战 而本书也是爽快的答应 因为他现在是个商人 是为了赚钱在奔波着 不过在十三妹与阿勒出去聊天时 本书却告诉阿暴 此时的蒋先生在泰国遇到经济危机 这时不铲除红星等待何时 可是答应了十三妹只能告诉阿暴要借刀杀人 另一边 其实韩米一直暗恋着十三妹 还偷偷买了戒指送给他 就在两人尴尬之时 红星的小弟娇皮找到十三妹 来拿十三妹新开场子的请帖 他的老大程浩南会如愿而至 后来合成合的花佛派人砸了十三妹的场子 他打电话给韩米吊人 可韩米这边刚打完电话安排小弟过去 花佛就开车带人赶来 而另一边阿暴给十三妹打了电话 告诉他兄弟可乐被人暗杀 来赞赃给红星的太子 又一沉重的打击落在了十三妹的肩上 不过他却没有被悲伤冲昏了头脑 从伤口上得知是阿暴动的手 原来阿暴为了利益竟然将多年的兄弟都背叛 就在这时合成合的花佛也开车赶到 不过后面却出现了韩冰 原来花佛带人偷袭韩冰 不料却被拿下 阿暴看似不对想要逃跑 从面前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群人 罗罗卡帽子陈浩能带人前来援助十三妹 曾经被偷袭的太子将阿暴按到地上暴打 最终阿暴死在了十三妹的枪口下 至此 波兰接大家解的上尉之路告一段落 而在现实中 四都玉莲出生在香港深水部 这里是个全港所有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 他为了赚点生活费养家开始昏集本土赌场 同样善于食人眼色 很快就靠着一颗玲珑七小星占据一席之地 四都玉莲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是他办事干练 而且非常讲义气 于是很快就获得了十四K大哥胡须勇的认可 胡须勇也是从小弟发展起来 当年大全帮在香港奉行 胡须勇一个人对大全帮火拼 在香港打出名堂 一步一步成为了十四K最有势力的大哥 十四K是香港三大帮派之一 下面有36个字堆 其中胡须勇的翼字堆势力最强 四都玉莲在胡须勇的帮助下 开了好几个赌场赚到了不少钱 在胡须勇的势力开始发展到了澳门时 四都玉莲通过关系认识了赌王何鸿燊 何鸿燊也非常认可四都玉莲 于是就给了几个赌场给四都玉莲做 被靠合适大山后 四都玉莲很快站网了脚跟 把这几个赌场发展得非常兴旺 为了在澳门发展自己的势力 四都玉莲就看中了当时还是小混混的崩牙居 他认为崩牙居做事能力强而且讲义气 于是就不断提拔崩牙居 这让崩牙居开始脱颖而出 在胡须勇的帮助下 加上四都玉莲自己的努力 四都玉莲也渐渐成为了澳门的女赌王 势力非常强大 不然崩牙居在之后叠马仔的业务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奥普默契14K的教父 但四都玉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无可取代 见到他还是会乖乖叫一声大家姐 四都玉莲每一次臣服都写下了顺势而为的传奇 那些黑帮风云 在世纪末二十多年的变迁中 已然成为落日余晖 对于四都玉莲来说 人生中那些惊天动地的往事 更是成为尘埃早早飘逝 那作为动荡时代下的典型人物缩影 这样的女中豪杰永远可敬可叹 因为篇幅有限 本篇我只是讲了主要的剧情 关系细节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原篇红星十三妹 用一部电影来看现实人物和案件 喜欢的朋友们 希望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也可以在评论区谈谈你们的看法 或者留下你们想看的电影 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